这样子躺着 然后你一样 手要小心 这样 你的任务就是这样 小心翼翼的切着最爱的蔬菜 板桥书轩小志工莫恩 小小年纪就挑战自己动手做素食 手做的部分 其实小孩是喜欢啊 喜欢做 我在妈妈的肚子里做 吃素的 我吃素 我身体会没有很健康 吃素身体会变健康 一顿午餐三代同行一起帮忙 全家吃素的习惯 最初理念都是爱护小动物 就人类太自私了啦 因为你是人类 你从小就获得自由嘛 那个动物它从出生一直到 它往生可能只有几天的时间 对 然后你要想 就是真的是被关在里面一辈子 吃素的话 动物 动物就不会痛痛 这份爱心 让沐恩就算是在学校里也始终坚持 我中午吃中餐的时候 我吃到高粒菜 我都觉得里面有虾 然后结果吃到一半里面就有虾 然后我就把它抓起来 然后老师就说我是抓虾高手 尊重生命早已融进他的日常 未来要伴着善的理念继续成长 大家新闻 这上美之宫台北报道